不兴奋 眼空空 双脚悬在半空中 没学过 偷云假舞 我不是孙悟空 星盘也沸腾 夜晚被庞然得很放上 但这一切不像曾经相遇 我个人觉得曲的比较重要 因为我不会去先听歌词 我肯定还是先听这歌好不好听 然后再去看那歌词写的到底是什么 你自身自带让我们重演的练习 好多东西都得自己来 因为就是就是这个编曲 你要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要么还得或者还得花很多很多钱 就好多事都得自己干 就像被月光吸引的潮汐 紧疲力尽 只为靠近你唯一场游戏 自愿放弃 那我最想要不要选择什么 那 那没有一句说 那个瞬间 就是这样的心情 就是 挺释然的吧 因为太太难受了 我都跟人家憋了一天了 觉得挺难受的 记不起 荒唐的逻辑不必 心里伤破一言不答应 光怪努力 却吃鸡致病 原意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嗓子是牙的 然后 那个 可能 就选的这首歌 可能也没有打动他们 那你觉得你这首歌本 是什么 人生 可能 可能 可能会有人觉得他好 就是 这是我表现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的 所以可能 对 这个样子的感觉 哪怕只与你靠近一里 哪怕只在 简单留下 痕迹